近日,李盈盈写母游黄山一事,引起了球迷的争议。 亚运会夺冠后,李盈盈走下领奖台都需要有人搀扶,爬山是对膝关节损伤比较大的运动,李盈盈都可以爬黄山,那她的膝伤到底如何呢? 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,李盈盈在亚运会颁奖时,有故意表演伤情的嫌疑呢? 上领奖台之前,李盈盈就在采访中透露过膝伤,能上黄山应该是没有大碍。 中国女排之前的首发主公是朱婷、张长宁,李盈盈在国家队当替补已经有四年时间,有哪一位球员不珍惜来之不易的首发机会呢? 但凡身体情况允许上场,李盈盈还是要上场打比赛的,她没有必要为自己的牺伤来刻意表演什么。 在亚运夺冠上领奖台之前,记者就有问到李盈盈的牺伤,李盈盈的回答是,实话实说,一直是在坚持吧。 主力阵容中,没有哪一位是没有伤病的,只是伤病的程度不同而已。 那么,如何来看待李盈盈的膝盖伤情呢? 第一,有伤病但并不是到了需要手术的阶段。 对于排球运动员而言,膝关节遭遇伤病是很普遍的。 之前,江苏女排王晨月在打牌超联赛时,半月板突然卡住,腿部无法弯曲,王晨月也是被搀扶下场。 不过,经过对一的治疗,半月板恢复到原有位置后,王晨月又可以重新起跳打进攻了。 李盈盈能爬黄山,但当时无法下领奖台,应该与王晨月的情况类似。 另外,去黄山浏览李盈盈也不可能,是一步一个台阶爬上去的。 如果真是膝伤严重到无法行走,那李盈盈会去浏览黄山呢? 第二,比赛强度与游览风景,对膝盖的要求还是不同的。 李盈盈从世界联赛,奥运资格赛,亚运会长长首发,完全没有停歇,比赛中打了太多的调整强攻。 印尼90以上的身高,扑倒,跃起,这对膝关节的损伤还是挺大的。 李盈盈下领奖台时,需要众会来搀扶,应该是那个阶段疲劳参赛,伤病反应还是比较大。 然而,游览黄山时一个是可以坐锁到,另一个可以边走边停,还可以坐下来休息,这与高强度的比赛对抗还是完全不同的。 10个月时间做手术不太现实,排抄联赛期间,天津会给李盈盈合理安排上场时间。 不管李盈的膝盖需不需要做手术,备战奥运仅有10个月左右的时间,已经来不及了,眼下也只能是保守治疗。 在国家队,由于蔡斌要磨合首发阵容,还要拿奥运门票,亚运会夺冠,李盈盈没有休整的机会。 不过,代表天津打联赛,李盈盈应该不会长长首发了。 对李盈盈来说,明年的巴黎奥运会才是终极目标,排抄联赛天津本身就引进了瓦尔加斯这样的强力接应。 另外,还有袁新月,王任任两大复工,这两个点打出来已经够其他队应付的了。 王毅竹,陈伯雅等人打国内联赛,应该还是够用的。 联赛打到半决赛,决赛阶段,天津应该还是会派李盈盈首发上场的。 李盈盈在郎平手下磨练了四年,现在已经是一位非常全面的主攻,扣球高度超过三米,轰出一百公里以上的扣球时速。 李盈盈对中国女排来说,还是非常重要的。 希望在天津女排,能够控制好她的伤病,对她合理使用吧。 大家觉得,李盈盈有必要在西商上去故意表演吗? 本身中国女排的训练强度就很大,李盈盈又是球队唯一的调整强攻点,这么多比赛打下来,有伤病反应不是很正常吗? 我们还是要体谅一下运动员的辛苦吧。 欢迎各位留言、评论,感谢阅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